我現在介紹的就是小念頭 小念頭就是詠春第一套入門的拳法 裡面還有幾樣最特別的 首先就會有二字鉗陽馬 是詠春獨特的一個馬步 它就是兩邊膝頭 就好像向內邊夾著 就會鍛回我們的下盤力 還有這個膝頭力 另外小念頭就會有詠春六成的基本手法 包括有攤 綁 服 還有一字衝拳在裡面 其實小念頭就是用來練習是最好的 因為它就是一路只是我們的手褲 而下盤是定住在下面的 因為我們小念頭打的時候 都是用二字鉗陽馬 另外就是一路用手法 所以用來練習是很好的 可以多練一些我們下盤的力 好 那我們好像說回小念頭第二節 就是一攤三伏 而一攤三伏就是練習我們的爭底力 所以這一套拳正常 速度的話就會打成 大約二十分鐘 因為它就是慢慢出 這樣就變回我們的爭底力 另外好像後來有一些 就比較... 又不是全部是快的 泳春算是一種二油制缸的拳法 好像我們出日子充拳的時候 不會從頭開始到尾那一刻都是用的 是好像去到尾突然間 突然間發出那個寸勁 一下子這樣打出去的 還有在小念頭裡面 會出現很多圈手的動作 因為好像每一節 我們修飾的時候 都會用圈手來做結尾 這個其實也是 因為小念頭 說真的 是為我們用來練習用的 所以整天練 就可以練到我們的手腕 那個旋轉力 到可能我們真的要 真的跟別人對抗 即可能要黏手的時候 就會用到手腕 即會靈活一點 而到後面 就會有脫手這個動作 那好像之前一路的小念頭 基本就會是用單手多一點 而去到脫手才會用到雙手 因為這個可以練習我們工房上面 即可能一隻就是工 一隻就是房 可以連著一起運用出來的